大家好,欢迎来到滋味馆 今天用咸蛋,皮蛋和鸡蛋,即是三色蛋 不是要来蒸,要来煎蛋饼 煎蛋饼咸香,要来送粥送饭都不错 另外炒滑蛋,炒滑蛋,嫩滑可口 妈妈说,不要吃隔夜蛋,我这一只是买回来已经煮熟的咸蛋 这里是没有生咸蛋卖的,不准进口 想用生咸蛋,要自己腌 你买不到熟咸蛋,那就好了,可以自己煮一只,把咸蛋切粒 三色蛋,当然不能少皮蛋,不用怕,这只不是熟皮蛋 三皮蛋可以进口,也是,把皮蛋切粒 再准备多两条葱,切葱花,用芫荽都可以 这里有五只鸡蛋,都挺大只的 又加到咸蛋的关系,计算下加适量的盐 和胡椒粉,再加一点油,搅拌均匀 把刚才切好的咸蛋和皮蛋加进去 还有葱花 轻轻地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我们来煎蛋饼先,加油,然后烧热锅 用中大火,加一半的蛋浆进去 见到多蛋浆的位置,要搅拌它 让蛋浆接触到平底 这样才受热均匀,容易煮熟的 不要煎太久,很容易焦烧烧 煎到旁边香香的,兜得起 还可以很容易地摇动 就可以反转另外的一面 你懂得拋锅可以拋锅的,不懂得拋锅就像我一样 用一张碟帮下手 在另外的一边煎到旁边煎熟就可以了 在另外的一边煎到旁边煎熟就可以了 在另外的一边煎熟就可以了 锅要够热,用中大火,加剩下的蛋浆 见到蛋浆滚起,就用锅铲 将熟的蛋推在一边 让生的蛋可以接触到平底锅 推到蛋大约是六成熟 就可以把滑蛋重叠 重叠多几次 直到你喜欢的生熟程度 如果你想吃全熟的蛋就把蛋反转来炒 这样就很快熟透了 炒蛋我就最喜欢吃生熟滑蛋 重叠这样炒真的好滑 想要的生熟程度很容易就控制得到 讲回蛋饼先 加了咸蛋,咸咸香香 特别是要领送白粥 领有一番滋味 讲到这里时间有差不多了 喜欢我今天这个三色蛋 请点个赞 大家有时间希望在留言区留个表情符号 我收到多的留言 Youtube就会将我的影片优先推广出去 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在下一集我们再见